先前台東警分局保商派出所接獲民眾報案表示 放在工地內的電纜線被偷了 而且偷竊次數還不止一次 警方在貨報之後立即調閱工地周邊數百隻監視器 鎖定了特定人士把理性和零性嫌犯給查棄盜案 由於目前國內的資源回收物品當中 銅金屬類的回收價格每公斤高達240元以上 先前承辦台東市公所陸燈維護工程的廠商 就有漱捆的電纜線召窃 廠商因此向當地的派出所進行報案 而台東警分局在受理報案之後 便立即調閱工地附近的上百隻監視器畫面 终于順利成功逮捕兩名偷竊電纜線的謝賢 本分局保商派出所於9月29日受理民眾報案 放置在台東市博外路某處空地的電纜線召窃 经现場勘查共計失竊兩捆電纜線 合計約500米 價值約新台幣10萬元 本分局獲罰後立刻調閱周邊近百隻監視器 尋現將理性及零性嫌犯查契案 向上溯源與某資源回收房查獲彰物 犯案動機初步了解 因缺錢花用因而平和走險 全案依竊盜罪移送台東地檢署偵辦 台東警分局的警方展現出高效率 將竊取電纜線的竊賢神之以法 除了讓路登維護的廠商不必再擔心電纜線召窃之外 同時也讓不肖人士知道 警方展現維護地方治安的決心 記者陳吉林台東事報道